欢迎大家来到会议上面 那我只能在等几分钟的时间 再等几分钟的时间让更多的人可以参加到进来 所以现在再稍等几分钟的时间 谢谢大家理解 那很高兴可以大家参与到我们这个会议当中 那更多的人呢 更多的这个听众来到我们的会议当中 欢迎大家 感谢了你们参加 然后呢 我作为这个主持人呢 在其他会议当中呢 我有些时候会播一些音乐 但是今天呢就没 今天呢我就不播音乐了 播播歌曲了 但是呢大家可以呢 再利用一下Zoom上面的聊天功能 可以在那边呢分享呢 你最喜欢的歌曲 因为今天呢我们很想要呢 大家可以分享 听一下大家的想法 听一下大家的这些分享 所以 还在稍等几分钟的时间 让更多的人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会议当中 那现在呢就大家可以在对话框架当中呢 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歌曲 好了更多的人加入到 加入到我们的会议当中 欢迎欢迎 越来越多的人 使用着一个Zoom上面的 Zoom上面的这一个聊天室功能 那Jordan呢还对我刚才说的话呢 做出了回应 说没关系啊 你不播音乐没关系啊 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作为一个主持人呢 比较常用的一个方法 就是播一些音乐 让大家放松一下 那他说我不知道 那啊我不知道我如果要播歌的话呢 我不知道我会播什么歌 那现在我脑中想起的是 Sam Kopp的 Future is gonna come 然后呢就是 一个歌曲 那欢迎Calvin Lucius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会议 欢迎 那如果大家想要在那个最后框当中呢 介绍一下自己的话呢 可以写下你的名字 你来自的社区 那我看到呢 那我看到呢 有些就是听众呢 也有分享自己的 这一个是什么机构的 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分享自己来自的机构 欢迎Authur Christina 感谢你 还有Boost 很高兴 欢迎你来到这边 非常感谢你参加今天的会议 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还是挺多人的 今天的 Rob你准备好了吗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 好 那我很 很高兴呢 今天呢 来到 来到这里 那 那我们今天是有翻译的 有同传的 那我待会呢 在 那我们的越南翻译 还有我们 我是中文翻译 欢迎大家 还有大家呢 需要这一个 语言翻译 同传功能的话呢 你可以呢 就是在右下方 屏幕右下方 然后呢 选择你选R的语言 如果是Mandarin的话呢 选 如果是国语的话呢 请选 Chinese CHINESC 那 现在呢 欢迎大家 做一个BTA的公平 VMP缓解计划 那 那 其实呢 就是说的比较好听 那就希望可以呢 减少 就是 设施当中的 这个车流量 那 那我们会有 这一个 很希望呢 可以听到大家的反馈 还有意见呢 那 呃 我们会有一些 非常重要的那些概念 其中三个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然后呢 我们会有很多 呃 大部分的 大部分 今天会议的 大部分的时间呢 都是听取大家的 这一个反馈 大家的 这些意见 然后呢 我们会用 呃 收到的这些信息呢 还有我们下次的机会呢 我们再重新聚在一起 然后呢 呃 呃 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所知道的 所收到的 进息 然后 也很希望呢 大家可以参与到 这个过程当中 那待会呢 我们会有一个 分小组的 讨论 就是30分钟的 分小组的讨论 然后呢 基本的就是在 那个分组讨论那边的 那如果你需要呢 跟谁 呃 沟通交流 或者说话的话呢 你可以呢 使用这一个 呃 使用这一个聊天功能 聊天功能 那呃 如果你是有问题的话呢 那请大家呢 先听完这个介绍 然后呢 再问问题 好了 感谢 然后还 其 还是再提一下 可以使用这一个 聊天室功能 那 首先我们说一下 我们今天的会议的议程啊 就是欢迎 还有呢 介绍自己 然后呢 我们呢 就是 呃 减少这个车样行驶里程啊 对你有什么好处 呃 作为这一个社区的成员 呃 我们会先说一下这一个第一阶段的第一阶段的就是社区托社区托展活动这一个过程的那之后呢我们会告诉大家那现在社区的社区的人啊社区的这个居民呀他们的反馈是什么然后呢根据社区居民的反馈呢我们有三个选项可以给大家提供选择的然后还有呃几分钟的时间啊 还有会有让大家就是问问题 有问问题 然后呢就会有这个小组讨论小组讨论 还有你对这一些就是被选项目类型的这些意见啊 呃 呃 那我们呢每个分组的那个 分组的会议室里面呢都会有一个主持人 那我们可能会根据这个与会的人数呢分成三到四个小组 然后我希望在那个分组讨论里面呢可以听到大家的一些意见还有反馈 呃 看一下迪安娜我有没有漏掉什么东西 好了 好了我们继续说下去我的名字呢叫Alex 呃我是这一个执行呃我是一个非文非牟利组织的呃就Catalyze SV 然后的一个执行呃主管 然后呢我是跟这个VTA一起合作希望可以听取呢大家公众的一些意见还有居民的意见 然后呢帮助呢这一个政府呢他们做出决策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开这个会议 因为我很高兴啊可以呢跟另外一个团队Foreign Peers呢一起合作 然后呢呃Foreign Peers的他的代表员呃工作人员呢 阿里呢有出席我们今天的会议 然后呢呃DTA部门的话呢我们有迪安娜呃VTA部门有远娜 那还有呢这一个Ian Ian呢他也是这个VMT项目的代表 感谢还有Rub呃还有呢我们的越南翻译还有西班牙语翻译 感谢然后呢我相信呢呃我们有一个Melissa的来自于Caltrain部门的 然后呢他们Caltrain呢是帮助呢就是资助这一个项目的 那先让他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们这一个是Melissa 呃Melissa Hollander然后呢我是来自于Caltrain的呃就这个湾区部门方 然后呃我是这一个合约经理合约经理 然后跟这个Rub他们共和他Rub还有他的那个团队的共同合作 那这一个项目呢不只是呢对于这一个社区有益啊 还对于我们这个地区还有我们这个州都非常有益 特别是呢呃可以很好的应对这一个呃 呃其后其后变化这一个问题的 然后呢Caltrain呢他非常的看重呢公众的这些意见 那希望呢可以听取呢大家对这个项目的这些意见 然后我们呢根据公众的意见呢还会发展一些制定一些策略 感谢Melissa 他说不知道大家有听到啊然后他说呢我们非常非常的看重啊呃呃官听呃居民的这些意见的所以呢呃 VTA也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很希望呢可以有观众呢有个持续的对话呃可以让更多的这居民呢 参与到我们这一个项目当中呃那好了我们下一个下一个幻灯片 那如果大家呢想要打开这个摄像头的话呢很欢迎大家打开摄像头 那如果呢呃因为我们很想看到大家美丽的的笑容还有你的表情 那如果你说你不想打开摄像头的话呢那也没关系啊呃没关系 然后呢我也希望呢大家呢在不发音的时候呢保持静音 那如果到时候分组的时候呢大家呢就可以呢畅所欲言 那如果是在这一个呃还是在介绍啊讲解的时候呢希望呢大家可以保持这个静音 这样呢我们的这个嘉宾呢发音的嘉宾呢先把这个内容呢介绍完 然后呃然后呢我们这个分组小讨论呢也是有这个录音的所以呢 让我们的这个每个小组的主持人呢可以呢记下大家的意见 记下大家的意见然后呃可以之后录音之后呢就可以把大家的意见呢给记下来转换为文字 还有书面的文字那呃呃因为分组讨论 我们当然现在也会记下一些笔记 但是呢更多的是一堂呢分组讨论的时候的那些录音来整理我们的观众的意见 然后呢下一个 嗯那下一个呢我们应该呃也希望呢大家呢就是与会的人员呢可以互相尊重呃给每个人每个人发言的时间 每个人发发言的时间那那还有尊重了大家的时间 所以呢 所以呢 很重要的是有给每个人的空间来发言 那如果呢是在介绍讲解的环节当中呢 所有的与会人呢都会被自动禁音 那呃如果是有出现导论的现象呢 可能那个人呢会被请出会议 那我不认为啊会有这些人导论 但是只是以防万一而已 那大家呢想都都会说VTA是做什么的 VTA是做什么的 然后呢 VTA呢不只是呢 呃不是只是坐一个公交车呀 呃他也呢很多参与到很多不同的交通方面的很多这些方方面面的 比如是也建设呀规划呀筹备的 呃他们他们VTA呢有个很重要的工作呢 什么减少这种交通堵塞 然后也是在这个设施当中呢 去迎这个公共交通方面的 那所以呢不只是交通 还会有这一个高速公路的改善呢 可能会有增加这一些自行车通道啊 自行车道路呀 所以呢我们会有很多参与到很多规划 还有呃就是筹备资金方面的 那今天呢你会呃 那可能大家不知道以前不知道我们还有这个功能啊 今天呢很高兴 今天晚上呢很可以很高兴的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我们VTA另外一个另一方面的工作 那我们待会呢会分享正在开发的一些经济化 新计划还有潜在的项目 那希望呢呃你对这些潜在后备备选的项目呢 以及如何使使其对你或你的社区更有价值呢 向跟我们的提供出一个反馈意见 那呃呃呃那有我们的phairs and 诶看一下哪一个呃呃 而阿里 他是来自另外一个顾问公司的 他也他的代表呢也会有 阿里呢也有参加我们的会议当中 所以到时候呢 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二阶段我们会怎么做 下一个幻灯片 那再说一遍 我们如果听到你们的意见之后呢 我们怎么会处理你的意见呢 我们现在呢 算是在第二阶段 就一个蓝色星星的那个阶段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可能筛选一下一些意见 然后呢 并且呢 筛选呢 并且呢 就是 筛选 看一下我们怎么可以更好的实施 第三个话呢 就是确认 然后可能会 再告诉大家 再就是公布 然后告诉大家 然后呢 怎么样在第三阶段呢 实施这些 我们同时呢 也会跟当地的政府呀 还有社区为基础的一些组织呀 还有一些非民营力组织呢 那听他们的意见 然后可以建 可以就是创建一个 更加广阔 更加广大范围的 范围的 这一个计划 可以给这个VTA 那现在迪安娜 现在会打开这个调查问证 那希望呢 大家可以呢 就是先写一下这个调查问证 那我是 我是35到44岁的这个年龄段区间的 如果大家不想分享的话呢 也可以没关系 那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如果大家可以回答一下呢 也可以 如果不想回答的话呢 也没关系 那第三个 第三个 第三个的话呢 你的年收入啊 家庭年收入 那第四个呢 你主要的交通方式是什么 主要的交通方式是什么 那我们就 等30分钟的 30秒钟的时间呢 大家呢 就是完成 这个调查问卷 非常感谢大家 迪安娜 现在有结果了吗 非常好 她说有这一些 再等20秒钟 然后我们 等20秒钟 我们就关闭 这一个调查问卷 那 迪安娜 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调查问卷的结果吗 好了 我可以把它放到 放出 给大家一起看一下 好 某人 没有人呢 是 就是18岁以下的 但是我们有参与人 感谢大家分享 在填写这个调查问卷 那我们现在呢 就会说这一个 今天会议的核心 那Ally还有Taylor 就是我们这一个VMT的项目啊 对你有什么好处 然后呢 听完他们介绍之后呢 我们会几分钟的时间呢 就会 就会 进行这一个小组 分小组的讨论 那你我们先听完这个介绍 然后呢 我们就是分小组讨论 感谢Alex 那我的名字呢 是Ally 那 下一个换灯片叠呢 谢谢 什么是VMT呢 VMT呢 就是我们 来 衡量了 衡量这一个车流量的 车流量的 那 那我们看一下 他有这路上多少车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车 走一个英里 那是一个VMT 那如果我们 有40辆车 走40个 10个英里的话 我们就40个VMT 因为我们怎么会 要这样计算这一些呢 是因为呢 有很多一些好处啊 我们可以减少这个VMT 比如说是越少人开车 然后呢 这一个空气质量会更好 还有呢 减少噪音 还有对我们的社区更好 然后呢 如果我们可以让更 比较少的车在路上的话呢 可以呢 有更多的空间呢 给其他人 其他的出行方式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社区呢 就更加活跃 然后 那还有其他的这些好处啊 就是 所以呢 我们就是为什么 这么有兴趣呢 希望可以减少这个VMT 下一个环能片 那这一个项目呢 就是特定了 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通过以下方式呢 减少驾车出行 开车出行 就是扩大大家 居民呢 在Santa Clara 县里面的出行选择 那我们想要跟 那就是不同的辖区 管辖的区域呢 共同合作 那 可能就是在Santa Clara县以外的 跟其他的县呢 跟他们共同合作 然后呢 可以推进 这一个经济平 经济公平 经济正义这方面的 还有就是社会公益 这一方面的 好了 下一个环能片 那我们就 这一个项目的一个 就是展望吧 他们有很多的这些 发展的项目呢 正在 是筹备当中的 那我们希望呢 可以 因为呢 可能会吸引很多人 来到我们这一个县里面 然后呢 会很多人开车进你 可能会导致呢 更多的这些人开车 会超过呀 我们这个县呢 设定的这么一个门槛 所以呢 那现在 越来越多的发展的话呢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开车 车流量 那我们怎么可以减少 这个车流量呢 然后 因为太多的车流的话呢 可能对这个社区呢 不好 所以呢 那 那我们看一下 有什么一些项目呢 是可以 有进去发展 但是呢 同时也可以减少这个VMP 那这些项目呢 看上去应该 怎么样的 然后呢 怎么可以通过 我们赞助 支柱这些项目的话呢 可以减少这个VMP 但同时呢 可以呢 对我们的社区 进行这一个好处 所以呢 希望呢 可以听取大家的 这些意见 就是 那我们呢 去到那个社区当中呀 去到那个社区当中 在冬天的时候呢 我们去了社区 然后我们收到了 很多大家的意见 那其中一些 我们听到很多的 就是说 在 Santa Clara县呢 如果使用 公共交通工具的话呢 非常困难啊 因为呢 而且呢 花时间又长 而且 也要花很多钱 所以呢 也没有一个 非常有效或安全的 这些自行车 还有行人的通道 所以呢 安全这方面呢 是很大家呢 就是不开车的 就是使用其他交通方式的 一个考量 所以特别是晚上啊 如果是坐公交车的话呢 可能呢 会比较危险 而且很多时候啊 这些公交车呢 对小朋友啊 对小朋友或老人啊 也不是很方便 所以呢 这个出行 不开车的话呢 没有什么其他的好的 方便的出行方式 但是呀 不是每个人都开车的 所以 下一个话弄片 特别是呢 我 问 我们想知道公众呢 有什么建议 或是有什么策略 是 有什么策略呢 是 觉得我们可以 就是利用一下的 然后呢 然后很多人也提到啊 说如果是那个商店呢 离得比较近 或者是学校离得比较近 然后的话呢 就更方便了 可以减少这个开车 还有另外有人提到了 就是可能现在的公共交通啊 很贵呀 如果可以减低那个费用的话呢 就可能会鼓励更多人 使用这个公共交通工具 然后呢 可能会有一些叫做 共享单车 共享汽车 这样的话 还有一些叫做 共乘车的一些奖励的话呢 就很好了 或者是有一些月票啊 年票啊 这些鼓励大家公众的出行 然后我们听取了 大家的意见之后呢 我们呃 做了什么 我们呢 就筛选了一下那个意见 然后呢 就是呃 根据大家意见的制 筛选了一些项目 筛选了一些项目 那有些清单 是让大家呢 希望可以更听 更多的意见的 然后第一个呢 第一个呢 就是你必须 这个项目是有一个优先顺序的 那根据这些呃 问题的话 来对这些项目呢 进行筛选 那我们要考虑 这个项目呢 是否能应对 社区出行挑战 那因为这个项目主要 是我们主要的最大的目标 是减少这个VMT 所以呢 我们要确保呢 呃 是不是真的有减少VMT的潜力 呃 然后呢 这个项目呢 是否可以花 花侠区实施呢 那呃 是不是可以在不同的县里面 实施操作呢 那对 这下一个呢 就是是不是有当地的政府啊 支持呃 是不是大家城市呢 都愿意加入到我们这个计划当中 所以呢 这四个问题呢 就算是我们筛选这个项目 或者是优先呃 排序的这一个标准 然后呢 然后这一些是呃 确定减排类别的优先呃 次序 第一个呢 就是公交资本的项目 就希望呢 可以投资更多这些公交 公共交通系统的基建的改善 啊 啊 比如说是希望呢 可以 那还有下面呢 是这个VTA的项目清单的比较 啊 那还有呢 就是有很多这些项目的话呢 是大家都想要 可以什么 都可以都都可以进行 但是呢 他们呢 缺少这个基金 所以呢 我们利用了刚才的那个清单的话呢 那我们来 就是一一对比呢 这一些项目 然后呢 比较呃 这一些VTA提出的一些项目来的 然后呢 下一个下一个 广灯片 然后呢 呃 我们根据刚才的 有一些 有一些项目 然后呢 我们设定了一些标准 所以呢 我们用了一些标准呢 来筛选这些项目 然后呢 把他们按照这个重要优先次序来排序 呃 因为减少这VMT呢 是我们这个项目的最主要的目标 好了 呃 这一个呃 项目呢 是否能快速实施 因为这是呢 我们呃 是这个项目的一个要求啊 其中一个要求啊 因为呢 呃 很希望呢 可以尽快的实施 呃 确保呢 呃 尽快的可以 呃 让我们的居民呢 尽快的享受 享用到 所以 希望呢 这些是可以尽快的 快速的实施 然后呢 因为呢 这个项目呢 是由 呃 呃 呃 因为是由这些发展 不同的发展项目来 呃 投资的拨款的 的钱都是用这些不同的发展项目来的 所以呢 由于我把拨款 时段 段 时段 时续 就是有中段的话呢 这个项目呢 是否能分阶段实施 那还有 有没有其他的资金的来源 那这些呢 呃 都是我们要考量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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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看到了这些的呃标准 然后呢 我们 然后再看一下呢 我们呃 最后呢 我们选定了这三个项目来考量 第一个呢 就是king 路 公交车 提速改进 还有呢 下一个是家常这种拼车服务 太快了 他 那 还有这个项目分期啊 他的阶段 他这个阶段 那 因为呢 那 因为 嗯 如果长期来说 近期的话是准备实施的项目 长期的话呢 会有更多复杂 需要更多研究的项目 特别是 比如说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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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是 这一个 有些更长期更复杂的 比如说是可负担住房 因为他确实可以减少VMP 但是那个比较复杂呀 而且呢 不是直接 所以呢 我们觉得他没有准备好 我们就 不会对那些项目进行了拨款 那我知道 有很多不同的信息啊 所以呢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 可以现在问 然后呢 我们做出这个回答 感谢Allie 非常好 感谢一个Alex的介绍 我们 然后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呢 时间呢 对在这个分组讨论的时候呢 进行细节的讨论 那现在呢 那希望呢 可以看一下大家有什么 一些疑问呢 一些疑问 他呃 他现在屏幕上的翻译呢 是错的 就是大家有什么疑问 大家可以在对话框当中呢 就是打出来 或者举手的提问 口头提问 说我等他又举手了 嗯 那刚才你提到的其中一个标准呢 就是 这个项目呢 必须要 就是在不同的城市里面实施 呃 然后这一个king 然后公交车提速改善的话 很像说是某个特定城市的特定的工 的工程 那你能不能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觉得这一个项目呢 比其他的项目呢 是好 有优势 因为他看上去那个是非常 那 我也想知道 呃 根据什么这一个挑战 根据什么的标准 这个king row那个项目呢 呃 是符合 你选的king row的那个项目 但是那没有选其他的项目 那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 那当我们说到 呃 希望可以呢 实施一些项目呢 是呃 实施一些项目呢 是可以呢 花城市 花城市来实施的话呢 呃 因为呢 我们要考虑到啊 这些辖区 每个管辖区域的不同 那个 那king row来做例子吧 他会有整个那个网路 网路呢 是呃 VTA呢 认为呢 他们是最高的 最高的 最优先的 最优先的 因为他对我们这一个 线力 线里面呢 的的影响呢 比较大 所以呢 这样的话呢 呃 才会我们决定呢 想要呃 把这个king row的项目呢 放到呃 最终的清单 三个选项里面 所以呢 就就是 那待会呢 我们进入这一个 小小组讨论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更详细的 呃 更详细的 讨论一下 呃 因为呢 我们 那 感谢 啊 啊 那呃 呃 我们 我们之前呢 也肯定是考虑考虑过了 这个三头三特路 还有其他的这些VTA 常常 就是很多这些呃 公交车走廊的这些项目 但是呢 这一个Santa Road的这个不是一个最佳的例子呀 因为呢 最佳的例子呀 相信我San Jose呢 这个城市呢 最近呢 才呃 拿到了这个拨款 然后呢 所以我相信你可以呃 相信你也知道 然后呢 呃 他其实已经有一些有一些这些拨款了 所以呃 你知道 根据这一个Sequad 就是一个环境保护法 我们没有办法呢 可以呃 就是对那些已经正在操作的这些项目 正在施工的项目的进行 和这一些拨款了 那我还有看到两个问题 还有Cliff的问题 还有Quiz的问题 我会回答这个Quiz的问题 然后呢 再回答这个Quiz 呃 他说 他呃 Quiz的问题说 这一些呃 新的发展项目 怎么样可以提供这些拨款呢 那呃 呃 我们会去 那我们会考虑到啊 这个新的发展项目呢 可能会带来多少的 会会导致多少新的这一个车流量 然后呢 比如说是 如果这个项目是一些大的办公室 或者是呃 一个住房发展 或者是一些呃 大的商场啊 大的这些商家 比如Costco 这样的话呢 如果是要发展这些项目的话呢 通常呢会导致很多的车流量 然后呢 呃 呃 所以 那如果那个发展项目越大 规模越大的话呢 那我们在这个州 还有当地政府的呃 政府的呃 呃部门呢 就会提出一个叫做门槛 就是法职 就是说 这一个呃 车车流量的 它的这一个呃 罚职是到什么时候 是在哪哪边 因为呢 如果你超过呢 一定的车流量的话呢 可能呢 就对这个社区呢 不是太好 所以呢 尽量呢 就是根据这个数值 呃 根据这个数值呢 来对这个项目呢 进行呢 呃 评 评 评价 评价 然后 然后呢 我们可能会让那个发展商 政府呢 会让这个发展商呢 负不一定的费用 然后可以呢 政府呢 用这笔发展商负的费用呢 来投资一些 来 投资一些减少交通堵塞 减少这个VMP的项目 呃 那 关于呢 这一个程度如何 那我们很难预计啊 很难预计啊 因为呢 我们希望 那我们希望更偏向于呢 这些办公室 而不是这些住房 呃 我们有很高的 很很希望呢 也觉得很 呃 很有可能啊 至少呢 是一个长期 中期 中长期的项目 呃 可以呢 就是创造很多的这些 就是 前价值 呃 但是呢 我们又没有办法呢 说具体是多少 大概是几百万吧 那 他说Quiz 我们想要 呃 在这一个分组讨论 因为你的问 你的那个比较复杂 你说怎么样挑选这些项目的 然后呢 为什么有些项目呢 被呃 剔除了 那 我们 呃 我们呢 就是 特别的在这一轮的 设计拓展当中呢 我们希望呢 可以指出 一些比较具体的项目 呃 然后呢 是不是 但呢 这不止 这不是意思啊 说只有这些项目呢 才最终呢 得到投资 因为其他呢 我们还在考量 还在考量 那待会呢 我们在这个分组讨论的时候呢 呃 Quiz 我知道 我呃 呃 你你提出的那很多一些点子呀 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一些 属于 属于长期项目当中 那这样的话呢 也可能不是 但是呢 呃 我们之后呢 我们之后呢 可能要在 那比如说是 有些中长期的项目 可能需要呢 更多的这些拨款 那可能呢 他们呢 也没有很有效率的减少这个VMT 呃 比如说是 这个自行车项目的话 那我们也很喜欢这个自行车项目 但是呢 他们对于减少这个VMT里面呢 他的作用啊 不大呀 所以呢 我们也要考虑到 呃 这一个他的效果 还有效率 那呃 我写的一项目呢 必须要有一些非常 实 呃 非常就是 怎么说 实际的这一些呃 实际的一些证据或者例子 他说真的证明了他 呃 真的可以呢 可以减少这个VMT 那还有啊 Rob来自于VTA的感谢呢 这个Taylor的问题 那我们就要重新长调一次 那我知道 我们的 那我们很希望呢 这些项目呢 可以呢 真的到实施阶段 然后呢 真的是成功 那呃 那我们是真的可以 我们希望我们真的可以呢 就是 就是博款那些项目呢 是可能需要一些更长时间的 或者更长等候时间的 那因为 但是呢 近期来说的话呢 我们大概呢 想要一些呃 想要实施一个叫做 怎么说 叫做一个项目 一个比较小的中心的项目 作为一个试点吧 作为一个试点 看一下呢 就是这种概念 这种方法呢 是行之有效 那我想呢 确保呢 大家呢 就是有足够的时间呢 有这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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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 周的呢 又问了很多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呢 先尽快呢 进行这一个 进行呢 这一个分组讨论 Daniel也是一样的 理念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尽快 在我们在来的分组讨论之前 那我会 那介绍一下 然后呢 关于那三种 介绍一下这三种项目的类型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更实际的这一些理解呀 比如说是呢 我们想要听大家的什么类型的意见呢 那刚才说的 那下一个换灯片 下一个换灯片 那你看这个公交车提速 公交车提速 那 因为这一些项目呢 不可能 所有这些操作呢 不可能呢 就是一下子完成的 那我们可能要 你看一下这个导台 然后中央的导台 还有其他两边的这一些的话呢 那这些都是一些例子呀 就是怎么样可以呢 让这个叫做这个自行车 自行车 那自行车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些改善的项目 他们的这个设计是怎么样的 那其他的事呢 那我们可以介绍 或者是安装这一个 叫做公交车 道 公交车道 比如说是可能是 你可以看到红色的那一边 红色的那一边 那红色的那一个呢 就是公交车道 这样的话呢 可能呢 会导致堵塞呀 堵塞 嗯 那这一个是king road 这一个例子吧 那可能呢 我们可以就是很快的就可以实施到的 嗯 那塞和塞 那已经做过类似的了 已经类似的 然后呢 这个不是最终的计划呀 最终的计划 可能最终的计划会有一点不一样 那呃 在king road的不同的这一些走廊里面呢 可能有不同的那些设计 但是呢 这会包括这一些公交车 然后呢 公交车道 还有呢 这个上车的导台 那可以看到更大的 这一个交通网络里面的一个力图 然后 呃 那是大部分的这些呃 乘客呢 会乘坐的地方 然后呢 希望呢 呃 之后我在整个线里面呢 也可以可以最大的这个VMT 减减排最大化 然后呢 我们是投资在这一些交通走廊里面的 可以实施最大化 呃 这个就是 下一个呢 那我们会有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补贴 什么叫做 呃 大家可能最熟悉的是 那他不是 不是自己踩的 就是电动的 呃 可能会这一些样 就是自行车呢 更加的 呃 大家实际进行车呢 更加方便 也可以呢 就是呃 载人 也可以呢 呃 运一点小货物 这样 那对我来说 如果我 那如果我乘坐这一个就是电动车的话呢 电动车的话呢 呃 我们可以可能就是没有不用那么辛苦 所以 你可以去的更远的一些地方 这样的话呢 这真的是对这个EMT减排来说呢 应该是挺有挺有效的一个方法 但是呢 他 那这一个也是 也这个计划也可以在很多地方就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实施的 那这个就是一些例子呀 如果是呃电动自行车的补贴 电动自行车的补贴 那我们之前有些试点的项目啊 会说是有这些代金券 代金券 根据这个收入 呃 还有呢 就一个家庭人数 家庭人数 如果是 如果是中低收入的居民呢 提供一个1000到1500块的代金券 购物券 用于购买呢 一台新的就是电动自行车 那我不 那我不确保呢 是不是 是 我不确定 但是呢 我觉得1000已经是很足够可以购买一个新的自行车了 呃 那 那如果是这一个 呃 可能叫做现金返还的项目的话 那今年呢 就是 不是这一个现金返还 更多的是买 就是 先给钱你 让你自己去买 这不是说你买了 再去保销 下面一个叫做 呃 这个叫做现存的 现存的一些叫做共行 共行车 共行车 拼车计划 那湾区呢 已经有这些试点计划呢 呃 大部分呢 都是这些九到五 呃 朝九晚五的上班的 上班的 然后呢 那通常的就是这些就是小货车或者是小巴呢 小巴市呢可以呃 在七到十五个人 然后呢 他们就可以就是如果在附近上车 附近一附近上班的话呢 可以共一起呢就是 一起呢拼车 然后呢 会有这一个每个月九百块钱的补贴 呃 这应该是可以呢 覆盖这一个小巴 小巴市的 小巴市 小型巴市的这个费用 那我们当时想呢 就是不是下一个下一个增强型拼车 因为可以呢 希望呃 除了这些之前说的这一些可能呃 上班族以外呢 其他的人 其他类型的人士是是不是都可以呢 好好利用这个拼车呢 比如是农业的仓库的 然后呢呃 可以就是增扩展 扩扩增这一个项目 那你看有很多 那你看很多人呢 是从Gilroy呢 呃 在北边 线的北边呢 一直到其他的地方呢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 那这个第三个例子 那我看到有很多的这些问题 有好多少个这一些共产拼车 有已经有存在了 他说有九个 那我们现在应该是要分组了 分组了 那我们现在会有三个这一个分组 那Alex呢 那Alex呢 Elly还有Robert呢 跟我会分到这三个分组里面 有九个小八 九个小型八神 那参加 那我们就七点 二十五再回来 好了 我们应该是全都回到这边来了 全都回到这边来了 可能就是友谊 那我刚才讨论的很不错 应该就是全部的人了 那大家呢 都从那个分组讨论里面 回到回来这边了 好了 Taylor 那我们下一步 可以的话 那好了 下一个幻灯片 好了 然后呢 现在呢 就是准备要结束这一个 准备是要结束这一个社区拓展的活动 感谢呢 大家的这些意见 还有建议 就是刚才在分组讨论的提出的意见 那我们呢 已经是做好了笔记 那好事情呢 就是VTA呢 大家知道啊 下一步的话呢 就会在2024年的秋天 那我们会就是进行第三 到时候会进行第三阶段 我们会有更多的会议 然后呢 跟我们的公众呢 开更多的会议 然后呢 基本呢 就是说把送你分享给我们的 然后这些反馈呀 来包住我们的 然后呢 我们在第三阶段的时候呢 在经过精细打磨之后呢 再跟大家报告 跟大家报告 然后根据大家的意见呢 我们提出了什么修改 还有改进的一些方法 还有策略 对的是吗 大家都可以呢 就是最终我们这一个项目 追踪着我们这一个项目 然后呢 呃 继续呢 参与到我们这一个过程当中 那待会呢 下一页呢 我们会继续的 我们会分享这个网页 还有一些联系方式 啊 那我们也会有其 也会再研究一下其他的 这些项目的类型 根据呢 根据呢 大家今天的反馈 所以呢 非常非常感谢呢 大家的一些反馈 还有你的 呃 哪些专业的意见 作为这一个社区 呃成员 那还有呢 再一次的 感谢大家的出席 那 大家非常非常棒啊 非常棒啊 然后呢 现在就是7点30 那 再一次VTA 那呃 这一个 呃 Fair and Pierce 还有我呢 会继续留在这边 呃 几分钟的时间呢 回答大家的问题 那如果你想要更多的信息的话 呃 请 请呢 登录我们这一个 一个网站 呃 上面有啊 VTA.org 然后斜杠 EquitableVMT 那个 啊 然后Rob 来自于VTA的Rob 感谢Alex 那我先 呃 补充几句啊 感谢大家的时间 如果呢 你是任何一个组织的成员的话呢 和社区组织呀 或者是 呃 就是领域委员会呀 呃 如果你希望 呃 你VTA的成员呢 到你们的社区组织里面呢 呃 介绍的话呢 你可以跟我们联系 当VTA 我们呢 就是非常 呃 非常愿意呢 到 进社区组织里面呢 来做这个介绍的 好了 我们的社区组织里面呢